以色列20號開始 針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發動空襲 累積死亡人數上升至37人 其中包含真主黨作戰指揮官 等16名軍事成員 但也波及到多名兒童跟婦女 而黎巴嫩也對以色列北部 跟戈蘭高地發動了反攻 聯合國要求以黎雙方要克制 安理會也針對通訊設備爆炸 召開了緊急會議 表示可能會構成戰爭罪 外界則擔心會爆發成全面戰爭 橘紅色火光照亮黎巴嫩南部夜空 爆炸聲四起 建築炸得面目全非 大型機具在斷垣殘壁下 尋找生還者 黎巴嫩真主黨通訊設備連環爆後 以色列持續對黎巴嫩發動猛攻 20號更以戰機精準襲擊 擊殺16名真主黨軍事成員 其中包含作戰指揮官阿基爾 但也波及不少兒童跟婦女 死亡人數持續上升 指揮官阿基爾多次主導真主黨對以色列的攻擊 曾遭美國指控跟多起爆炸案跟綁架案有關 巡賞金額高達2.2億台幣 這次卻在空襲中不幸丧命 引起真主黨不滿 黎巴嫩也對以色列發動反攻 用火箭彈轟炸以色列北部跟戈蘭高地 破壞多個軍事陣地 伊朗總統斐澤斯基安跟最高領袖哈密尼 譴責以色列的攻擊行動 土耳其總統艾爾段則批評以色列是恐怖組織 要求西方國家採取行動 以離戰情逐漸升溫 外界擔心爆發成全面戰爭 呼籲以離雙方克制 聯合國安理會20號也緊急召開會議 表示利用通訊裝置的爆炸攻擊 可能構成戰爭罪 張宏騰編譯